为什么我总是喜欢给我的Glock 19X装14发子弹 虽然这个弹侠可以装18发子弹 但是我都是喜欢少装一点子 但是因为它这个trigger trigger它是要把子弹推出去 所有的弹簧的力量都会作用到你的trigger上面 如果说你装18发子弹的话 那么你这个弹簧的弹力会非常的大 所有的tension都会集中在你的弹侠上面 然后这个力量就会作用到你的子弹上 弹侠就特别满 然后tension就特别的重 如果tension越大 你的trigger就要fight fight这个BB 然后就要把它给推出去 那么你的trigger就会非常非常重 所以你如果少装4发子弹的话 这个弹簧你看 它的这个tension就会少一点 那么你的trigger就会轻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打击起来 就是你的trigger就不会那么heavy 所以我都是喜欢装14颗 14颗打完了之后呢 你的这个CUR不会特别的冷 你如果装18发子弹的话 它会更冷一点 14颗子弹 然后你打完以后 然后你重新装弹的话 这CUR温度会回升 然后你的这个性能呢 也会提升一点 这是我的一点心得 希望能跟大家分享吧 希望能帮到大家 就希望能帮 Euory��尽 再次